今天是一场关于民国时期出版的《战后西柔记往事与在版》的讲座 这是一本被诗人一度遗忘了72年 又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及各大学的图书馆被发现 而重新提到的一本书的讲座 1947年 上海一位留学美国的教育家 在上海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多篇 他在欧美生活的散记 当时上海新闻报的新园林专栏 中报的春秋旅行杂志 及金湖周看都发表过这些纪实 这些记录二战后的欧美生活的非虚构文章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 1948年民国著名的郑中书局积极出版了这些文章 名为《战后西游记》 72年过去了 这本被诗人遗忘的《战后西游记》的原版 经过了《战后西游记》 经过了人世沧桑 却仍然保留在中国南京大学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 以及耶鲁大学 普林斯登大学 卡纳尔大学 等常青藤大学的图书馆 它就像世界上的任何书一样 这本书的背后有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让吴淑依依的孙女儿纽约桃花 初次了解了她家属精灵的 十代的伊犁辉 个人头上一座山的往事 这本书的来龙去末 有读者的孙女纽约桃花亲自介绍 同时我们还请到一个特殊嘉宾 她的母亲 一名著名的翻译家谢荣静 也是作家的媳妇 由她来介绍作家 作者和当时的历史 我读完了这本书 谁的作者 作者 游走在西方的世界里 一个华人单身闯荡 达乘各种交通工具 探究洋人生活中的细节 到异国他乡 如入无人指警 毫无困难 更可怪的 更可贵的是 她同时介绍 强细介绍了 异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习俗和风情 她出了这么一本书 对世界发出了一个 敬了一半的问候 这是一个华人写的呀 同时她 可以听到人世间的回响 也是很响亮的 但是在她同时 欢快的唐笑风声 在她风流铁烫的一身的 西装革里的大衣后边 出现一个沉默的 躲闪的 悄悠切辱的老男人的声音 她也随时同行 那是她在中国的晚年的形象 这两个影子就绊得我 读完了这本书 我最后很悲伤 悲伤落到这儿 实在不公平地把它淹没了 以至于她的孙女儿桃花 根本不知道家里 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男人 原来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 这个家属中 无论提起哪一个 都是一个比一个精彩 精彩的内容 就留给桃花和谢女士 现在要请桃花来主讲 我介绍一下桃花 纽约桃花是极光上海的北京人 1988年来美国读新闻与电视专业 制作的专业硕士 毕业后曾经在美国CBS电视台 及MTV音乐电视台做制片人 创立音乐电视节目天籁春 他以家属历史为原型的传记文学 上海浮生如梦 浮生上海 成活台湾2018年华文住所 假作奖 电影举本 电影笔记 景花水月 怀旧式 成活台湾2019年华文著作 假作奖 接着出版了小说集 上海与北 北京以南 以及电影笔记 就是刚才那个 景花水月 怀旧式的 作为第一代的移民 纽约桃花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着重描述了来自大陆的中国人 从各方面融入美国社会的故事 他的首部长篇小说 包括有价值的杂文 网视回眸 康同鼻 在哲野街 以及康同鼻 在南文沙和歌大 除此以外 纽纽约桃花 积极推动纽约作家的出版 目前为纽 美国龙出版社社长 Sara Lawrence College 大学的中文老师 不仅如此 桃花擅长摄影 有资深的艺术修养 她是全方位触及的 她去触碰这个社会的温度 她出身苏乡门地 自己也是富有诗书 气质华的大战风范 现在请桃花隆重登场 谢谢顾大姐 非常今天晚上 我非常感谢大家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我非常的感谢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 今天呢 主要是讲那个 就像刚才顾大姐介绍这样子 我也很感谢陈希 陈希你要不要说了两句 那就是非常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皇后图书馆 西民图部和 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 联合举办的第六奖 就是陈希 战后西游记的往事 揭秘 今天呢 我所要是要讲呢 战后西游记 战后西游记呢 大家今天都没有听说过这一本书 这是1948年 在上海 正中书局出版的一本 这个游记 虽然呢 这本书其实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2年 大家呢 基本上都已经忘却了 但是1948年 这本书先是在上海的报刊杂志 像连载 得到了不断的好评 最后听众中书局的总编辑 吴俊生 把他节级出版了 他亲自写了许 那么一会儿我们就要慢慢谈一下 这个整个背后的历史 其实像刚才顾大姐说的一样 这个战后西游记被一本简单的书 但是背后的历史 个人的命运 非常的令人唏嘘 我觉得呢 就是说 在今天呢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本书 不仅仅是我们刚刚把这本书再版 最主要的是呢 就是说刚才我说到 这个历史 这个 其实历史是什么 历史 不管你 记着不记着 它都存在 历史的人物和事 它永远是存在的 只是随着人们的淡忘 我们就觉得不存在了 其实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作家 他高见 他那天就跟我说 他说个人的历史呢 就是群体的历史 后人有责任延续前人的记忆 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对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迪斯尼有一部电影叫Coco 翻成中文叫寻梦换游记 这个电影里头讲述的一个小男孩 他去过了这个记忆桥 去找他失落的父亲 这个电影特别的感人 他里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特别的金句 他说 The real death is not that one in the world remembers you You cannot be forgiven but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也就是说 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你可以不需要原谅 但是你不能够被遗忘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这个人不再提起某些人的名字 不再回顾历史的时候 那些历史的往事和人物就真的湮灭了 其实所以今天我就是觉得 我在今天在讲我的曾祖父 在讲我的祖父 不是说在谈我的家族 我的家族只是在整个中国人文历史上 大的洪流之中的一滴小水滴 微不足道 但是今天我来讲我的家史 也就是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 人文的大的历史 这个巨大的洪流下掩埋的这些珍珠 这些沙子 如果没有人提起 那他的名字就真的被忘记了 这是我不能允许的 我倒不是说 因为就是我也很赞成 大家写非虚构 写从自家开始 因为我们说有宏大的情怀 不如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 人物写起 所以像大姐说的 我最近几年写的很多 就是我的曾祖父 我的祖父 我的父母 甚至我周边的朋友 还有王渝大姐 还有这个康同匹 他们都是属于这种 在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曾经轰轰烈烈 那现在也值得纪念 不应该被忘记 所以今天这就是我想讲 进一个讲座的初衷 永远要记住 这不是来宣扬我的家族 我的家族什么都没有 对我来讲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24岁那一年来美国 在来美国之前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 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他们家族 甚至就是我根本就不听 没有听说过我的 我小的时候 可能在一两岁的时候 他来过北京 我依稀记得他的这个模样 所以我只能说 就是我是见过他的 但是他是谁 他背后代表了什么 我全都不知道 后来结果的事情 是到了美国以后 在大概是2010年的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去中门电视台 那有一个中门电就是博客网去写博客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中门电台就做了一个采访 就是关于我叔叔胡思生 也就是从他的嘴里 我第一次听说我有一个曾祖父 他曾经是江南的三个有名的三大儒 而且他曾经他的学生曾经是 就是他跟刘亚子是好朋友 他的学生有正义 没有顾吉刚 有这么范烟桥 这么有名的历史的民国的人物 而我却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 哎呀那我一定要 就我这个人呢 就是有一个精神是什么 当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去查 一定要去追寻 那我就要变成我自己的这个 就是家族的一个调查者 一个researcher 一个writer 基本上这样 那后来我才又发现了 从我叔叔这边 还有我堂妹这边 我的爷爷本人就在1945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学教育 所以这一些我特别的惊讶 我就我怎么从来不知道 我父亲到死都没有跟我讲过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生前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家的故事 那后来我有问我母亲 那我母亲就开始了跟我讲了很多他的这一边的故事 我的上海佛生若梦那一本书呢 写的主要是我母亲和我姥姥这一边家族也提到了我父亲 但是没有非常的详细 今天我非常感谢图书馆给我这个机会 纽约女作家协会给我这个机会 顾大姐给我提携 我有机会能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就是家族的故事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本书战后西游记 就是我爷爷胡舒逸写的1948年 他是民国的儿童教育家 还相当就在我经过网上的搜寻调查研究 才发现他在民国时代呢是曾经还颇有名气 因为他是就是说他我慢慢会讲到 我的祖曾祖父胡时宇呢是江南三大儒 他就是说以画墨眉写诗非常有名 曾经是南社的会员跟柳丫子跟范燕桥都合作过 然后跟那个周寿娟我一会再讲到曾经在上海最有名的作家 周寿娟都是好朋友 那第二部分我就会讲一名一案两兄弟 这个胡舒逸和他的弟弟胡昌志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慨的故事 像电影一样 因为他们一个是在国民党政府做事 一个是在地下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做事 两个亲兄弟代表两个不同的政体 然后他们的结局也都非常的令人唏嘘 所以对我爷爷来说 如果不谈到他这个他的这个兄弟胡昌志的话 我们也也没有今天 第三部分是讲那个二战后的伦敦 纽约和上海 为什么呢 因为战后西游记这一本书 就基本上讲的是二战以后 他在欧美就是英国美国游学写的很多非虚构的内容 他所看 但是他写的时候跟1948年的上海进行了巧妙的对比 从某种意义上 虽然这是一本楼记 但是我觉得他记录了二战以后的上海伦敦和纽约 就是现在很多纽约或者是老纽约老伦敦 可能都不见得知道1948年发生了具体什么事 他像写日记一样写出来 那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有史料价值 就是说我们就是老纽约或者认为自己很了解纽约 但是你知道1948年的纽约是什么样子吗 不是照片 我是说细节部分 上海是怎么回事吗 还有伦敦 1948年的伦敦也是拿战后 大家没有钱 大家拿那个就是粮食券来生活 限票限量供应 这些都在他书里有所记载 所以我这有一张 特别谈一谈这个事情 还有第四呢 就是说我要讲 胡舒逸最后的这个我爷爷 他这一生呢 喜剧和悲剧呢 都是由他周边的朋友 就是说造成的好事也是朋友 他这些有名的朋友跟他在一起 当然他们当时都一起有名 所以在一起相互帮助 还有呢 也造成了是他以后的人生 所以我会讲一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五个朋友 也关于这个其中三个朋友是这一本书的序言写者和这个造就这本书成功的这个就是民国著名人物 第五点我就要讲一下生命中的偶然和必然 就是我们生命中看似像散落的珍珠在大海中一片片毫无头绪毫无目的的一颗颗珍珠 但是其实他有一个生命冥冥之中的一个必然 串联起这些珍珠的有一个命运之线 这个呢是我想谈到的最后一部分 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胡舒逸和他的父亲胡诗语开始谈起 首先呢在这个开始我想看大家一个video 这是我叔叔胡思生的采访 他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被称陆放翁 他化媒五十年不落苛旧名文江左 他居住浩瀚却安平乐道从事教育事业达数十年 他就是男设诗翁之一的吴时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他满腔热血付试一首秋风诗 表达对革命之火的期待 一百多年之后当年的热血文人的后代已经飘扬过海 来到了美国并通过美国中文网的博客再次团聚 胡诗语曾经是南社的创办人 这是清末民初 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是胡思生 他对自己的爷爷胡诗语的回忆 为我们开启了一段陈旧的历史 在清末民初南社在江南一带是非常有名的 昆山 昆山他的故居叫彭浪镇 现在在彭浪镇上 一条主要的街叫石语大街 胡诗语他这个从这个就是说这是我的曾祖父 是我爷爷的父亲 他是南社的成员 曾经他这个以画墨眉和写诗来著称 他的墨眉据说当时已经非常就是柳鸦子啊 什么都是跟他讨要这个墨眉 他的画的梅花是人家是彩色的 他是就是黑白的这种墨眉 在当时画墨眉呢算是他是江南第一家 所有他而且画的那个画呢都是非常大幅的不肯小幅 人家跟他来讨画说哎呀我买不起大幅你画张小幅 他说那我宁愿不画那我我画了我不要钱也行 我白送给你我也不能够画小幅 这是我我我的墨眉一旦泼墨我就无法控制他的走向 所以就是说我爷爷他呢就是说在昆山 现在呢昆山有给他修了一个昆山纪念馆 就是当时我爷就是我曾祖父的他的这个旧居曾经是三三个楼房 现在只剩一幢了那这一幢楼房就成了他的这个故居 所以叫做半蓝旧炉 他我爷爷就是曾祖父呢是昆山彭老人 但是他一生教书教了五十多年 曾经还到这个去苏州去教书 他的学生呢有这个叶盛陶顾吉刚 胡芬还有作家范烟桥 还有郑亦梅 就这些民国提到民国前一百家这些人都在里面 所以呢从这个这个我曾祖父 其实你看现在他穿的袍子 他一生就是穿青布袍 就是土布袍 非常抠门非常节俭 他剩下节俭出来的一千块大洋 他在他们镇上修了一座桥免费给大家 所以用了他夫人的名字 叫胡夫人乔今天还在 以他的名字做的小学也在 说明他当时呢就是叫怎么讲呢 就是在民国的历史上也算是有些头脸的人物吧 对这就是他的作品墨眉图 现在这个我能够找到在网上已经被拍卖 我不知道这个藏家都是谁 但是都是在拍卖会上 我把这个图片拍下来放在这里 就你看他当年画的墨眉图 非常苍劲有力 当时呢就是说 他的这个跟柳亚子是称为挚友吧 他送给柳亚子很多梅花图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他送给柳亚子的得以保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梅花图 下一张是他的秋风诗 秋风诗他一生中写了很多的诗歌 其中秋风诗最为有名 因为他秋风诗写的是辛亥革命 现在你要去百度一查秋风诗的时候 他当时一口气喝成写了66首 就是他非常称赞孙中山代表的辛亥革命 所以他因为很反对当时的清朝表示对民主制度的拥护向往 就写了秋风诗 这是他最得意的诗卷 这是他的自己的手抄本 所以我这个照片是拍自于我们家的这个手抄本 他这个秋风诗呢也曾经收入南社 南社大家就知道在南方当时南社是柳亚子成立的 当时南方所有的诗人都被收录在南社成员里面 我曾祖父参加南社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几岁了 但是现在这个他的就是纪念馆还保留了参加南社的这个小条子 秋风诗的一些手记 所以他的这个他的学生有一个学生叫郑义梅 其实很多关于我曾祖父的故事都是从郑义梅 他写了七八本关于民国上海的书 其中有好几篇写到了这个胡诗语 就是我的曾祖父 从他的技术之中 我就是也是找到一部分关于我曾祖父和我爷爷的具体的故事 所以当时他这个秋风诗呢 收录在南社从刊第九集 那是一九一四年的时候 然后呢他的稿子呢还发表在当时民国著名诗人陈旭 在网上搜寻的时候看到顾及刚生前写的 所以我也蛮感动的 那你看这一本书呢 是这个当时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 他也是一个编辑也是一个报人 他叫周寿娟 周寿娟当时就是一九二九年呢 他是推传新闻写 你知道过去我们写很多文章内容都是古文 还没有白话文 所以我曾祖父写了很多诗呢 就是很多文章写 他也自己也写了很多游记 什么西湖游记啊之类 但是都是办文言文的形式 但是周寿娟他们当时就是这个 开始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话文 他当时这一本书他自己编了一本书叫胡尚 里边收了当时 比如说周寿娟 碧以红 钟建公 蒋祖饶 胡诗宇 还有陶在东 史孝琴等当时很多名人的游记散文和诗歌 其中呢也有我这个曾祖父的画的墨眉在里边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这本书的原件呢 已经我现在给你们大家看的都是在拍卖会上 我找到的他的照片 原件都已经被拍卖走了 这个是胡诗宇的故居 这张图呢是早年在现在胡诗宇的故居已经完全修缮了 所以你已经看不到这个像这个这个花瓶的这个门 也看不到这个胡诗宇 故居的这个碑还在 但是已经挪开了 这个当时呢是胡诗宇故居的时候呢 我当时写了一个非常感慨 因为我不了解我的曾祖父 从我的叔叔呢知道了以后呢 我就写了一篇纪念我的曾祖父胡诗宇 那么这个当时的这个拍照片的人 就在网上辗转的找到了我 发给了我的一组照片 告诉我他非常的就是说 呃 伤心就是因为我曾祖父的故居已经破落了凋零了 所以他拍了一些 他说他已经跟他们的就各个地方反应 但是都没有结果 所以他就看到我这篇文章以后 他特别感动 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 我就发在美国中文网上 当时有上万人点击 很多人就在谈论这件事情 那后来等到他们故居开始修缮之前 他们都有跟我联系 呃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故居修缮前看的图片 你看后面这个像花瓶一样 后面这个门后面就是他的这个故居的楼 已经很破旧了 那再翻下一页 他现在故居已经修缮了以后 这个你看他室内讲解 讲解他这个胡诗宇的一生 呃 他现在叫昆山胡诗宇纪念馆 现在呢 这个呢 我就要谈一下这个胡诗宇 这个旁边的这个照片的老太太呢 是胡诗宇的夫人 叫胡夫人 呃 他呢 是呃 整个就是我们胡家 唯一的一张照片 曾祖母的照片留下 没有再有第二张 这一张照片是1926年呢 当时呢 就是胡诗宇 带着他的夫人到上海 我爷爷家去住了一阵子 他当时的腿不好到上海去治病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我爷爷跟他的这个这个儿子 就是呃 就是我这个 我曾祖父跟我爷爷这个儿子的关系很好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 那这个我爷爷就是胡 呃 这个就带着这个 他的父母呢 到了上海的王开照相馆 拍了这两张照片 左边呢 就是胡诗宇 那年已经59岁 1926年拍摄于上海 右边就是胡诗宇的夫人 1926年拍摄于上海 王开照相馆 我后来发现一个事实 就我找到那一天 其实就是上个星期 我去看我大叔胡诗宇 我去看我大叔胡诗生发现他有很多的就是在他的老照相本中意外的找到了这个大概七八张老照片 这两张老照片就在他的这个相册集 也非常我觉得这个冥冥之中上帝的安排也非常巧妙 当时我已经决定举办这个讲座正在想要找到一些虽然我有一些老照片但是还不够那那天我去胡诗生的那个家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意外就发现他有这两张老照片 我就让我跟堂妹借回来先把它算一下先用于今天的讲座 那这个就是现在估计左边这个网上你看到胡诗宇很多照片类似这一张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我那个2011年第一批次写了他这篇文章放在网上 现在已经九年前了 那么当时呢就放的这个照片现在被很多就是胡诗宇纪念馆也转载 他们想让我们把这个照片赠送给他们但是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所以实在舍不得 这个呢就是我爷爷胡书义刚才我介绍的是他的父亲胡诗宇 胡书义呢是1903年到1970年这个写错了 当时我写错了是因为我去我叔叔家搬到他这张照片翻过来后面写的他父亲的 这个原来我网上就是很多文资料文都说他71年去世的但是从我叔叔的手写的记录 我知道他是70年1月去世的正好在文化大革命的轰轰过程中我一会会讲到 那他在我的这个爷爷胡书义呢是我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他是民国呢儿童教育家出了很多本书 现在他的书呢都是其中这个战后西游记是在美国因为是在正中书记正中书记当时上海很大的全中国很大的一个书局跟商务印书馆 其头并进当然因为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资助的这个这个书局吧 所以后来49年以后也没有人再谈到这个正中书记但是你看到民国的很多书都是正中书记出版的 后来正中书局那49年以后迁到台湾在台湾还叫正中书局 那因此在大陆就没有人再提这个这个书局就不再被人提起了 大家也知道是因为什么那么我们就一直谈商务印书馆 其实正中书局是早于商务印书馆 那他当时呢就是在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关于儿童教育书 他最早的是1931年他就去跟这个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我们叫民国政府 民国政府呢教育部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教育考察写了这个东营考察记 也有一说叫东流考察记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 我在任何地方搜索都找不到这本书 所以回来以后呢他呢就是出版了很多教育书局 你看他从30年就开始写英美德四国儿童教育 然后他33年写新中华实习指导儿童新生活1934年 这本儿童新生活也是给他后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因为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儿童新生活 为什么因为里边是这本书呢 是当时蒋介石号召大家重新就是开始新文化新运动新生活 所以呢在这种轰裂的情况下呢 他写了一个怎么样给儿童教育带来一个新生活 所以呢当时呢 蒋介石的很有名的文人 这个他的这个潘工展写了这个 就给他提了字 这成为他文革后的一个罪状 那他还写过翻译他编译过很多书 也翻译过也写过像这个人的性质 1935年是编译的一本一本书 那他有国民教师还有幼童心理教育 其实他是一个教育家 他周边的很多朋友 他就是当时民国最有名的教育家 就是你是成功的教育家 你就去创办小学 他一共一生创办了两个 一个是国法小学 后来一个是新路教师范教育学院 但是呢 第一个国法小学在日本侵略中国 37年轰炸上海 上海成为孤岛以后呢 这个小学也就给荒屋了 关闭了 他最后出版的一本书 就是战后西游记 1948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本书 那晨曦你望下再翻 这个呢 左边呢 就是我的爷爷胡书役 这个照片 看上去照的蛮迂腐的 但是就是上海人人当时可能是标准照的这样吧 这个是右手这一边 是他画的这个梅花图 为什么他画梅呢 就是我爷爷呢 跟他的这个父亲的关系很好 当这个我的曾祖父呢 去世的时候呢 去世以后 他们在当时他的学生 正义梅高万吹 这些很多十几个呢 他死在异乡 所以他的骨灰几年以后才运回上海 在上海呢 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一个纪念会吧 祷告会 这些名家都写诗赋诗 那当时在这个祷告会上呢 我爷爷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嘛 他当时就跟大家说 他发誓 他要把他父亲的这个墨眉继承下来 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 他每一天都要画一幅墨眉图 画一幅梅花 所以呢 他从那时候说到做到 他就开始画梅花 每一天 即使他后来从上海这个孤岛呢 因为当时呢 日本人要请他出去 给日本的这个 这个汪伟政府工作 他不愿意就带着我奶奶和我的小叔 从上海 趁这个黑夜逃窜 然后经过香港 经过就是辗转到了 一直到了云南 在这那一边 教书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这个逃亡的路上 到重庆以后 他后来辗转到达了重庆 重庆当时是陪突 是蒋介石 他们都在这一边是大后方嘛 所以日本人天天轰炸重庆 那他在重庆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 也每天画梅花 所以呢 这是他仅有的留下在 我查到网上的一幅墨眉图 关于他画梅花的这个记录 幸好呢 是当时我曾祖父的这个学生叫郑一梅 郑一梅呢是很有名的作家 他91岁的时候才去世 那他生前写了五本书 其中有两本书 五本书每一本都提到了他的恩师胡时宇 其中呢也提到胡舒逸 那就在他这五本书的凤凤脚脚的这个缝隙中 我找到了就是才知道原来我爷爷画梅花 为什么画梅花是因为为了纪念他父亲 他这样一下就一直画到1948年 那后来时局改变了以后他不仅画不了梅花 连人的性命也难保了 那好在下一幅 对 这一本呢是教育杂志 这个教育杂志当时就是清朝宣统年间1909年出版 19后来是民国三七年停刊 三七年就是48年12月了 这个当时的教育杂志在民国的时候是非常一本有名的教育杂志 上面很多的名人都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文章教育文章 因为我爷爷是研究儿童教育的 所以他从1924年到1947年发表了15篇儿童的教育文章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个文章就是24年到1931年左右 那47年只发了一篇 然后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在24到29 所以那时候他还年轻 那后来以后他可能就基本上就写书了 所以在发文章的时候就很少了 所以这一本教育杂志 我从网上从台湾的这个国立图书馆找到了这一个照片 再看下一个 这一个就是说儿童教育儿童新生活这一本书 你看左手这一边第一个是这本书的封面 中间呢是我爷爷当年的这个照片 就在这一本书里的第二页就是他的作者照 第三页就是说是潘公展 潘公展在民国的时候是很有名 那后来他因为就是非常的是等于是蒋介石的这个文人吧 就是这个所以写了很多反共的文章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那非常的不受共产党待见 潘公展当时上海教育局局长 那我爷爷当时是上海教育局科长 在他手下工作 那就这也成了他的就是非常不幸的是成了他的一个 就是我们叫叫一个问题吧 在他的历史上 其实呢就是说要说到胡舒逸呢 就是我爷爷这个人呢 他曾经呢在干过很多很多 比如上海教育系做过科长专员 干南大学还做过教授 然后他写过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 一二就是民国24年也就是1935年创立了私立国华中学 然后呢就在上海 但是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 他就从经过上海 一会儿呢我会放我小叔的一个视频 他讲述了我爷爷这个就是后半生吧 从某一种意义上讲 所以呢他逃到了这个昆明 然后辗转到了重庆 开始担任这个民国政府儿章教育科科长 后来呢就是从重庆他去了欧美 当时呢重庆呢是派一个教育代表团去欧美进行 就是说探查吧 他也去了 他一去就在欧美就一下待了几年 这光在美国就待了两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 取得了教育硕士回国 其实他当时呢 他毕业的学校是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在民国的时候是一面旗帜 里边所有的毕业生基本89%都去美国留学 然后又回国 就是为大家做贡献吧 所以在一个就是国立东南大学 那现在称为南京大学 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这么一个大学89%的毕业生去美国留学 甚至有的还拿到博士学位回来 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去美国留学 深造回来再将自己所学 再投身于国家 是他们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追求 也包括我爷爷 所以下一篇 这就是他当时出的书 这一书呢 是当时的就是原版照片 左边呢 是国民教育手册 这几本书在民国都是相当有影响的 你看他自己的 就是这个右边是英美德四国儿童教育 是当时在民国很有名 1930年出版 再往下 这个是他的当时指导 就是幼童教养新岛四五年右边 左边33年出版 你看商务印书馆 上海这个中华书局都给他出的 再往下 现在呢 我就要讲这个第三部分 一名一案两兄弟 是这个我爷爷和我的书爷吧 就是他的弟弟胡昌志 这个的故事 因为呢 这两个 这个故事呢 导致了我爷爷最后他49年的时候 他的很多朋友都离开 他没有离开的原因 也是有原因的了 现在望下 别望下 还是望前 这个胡昌志 因为在望前 哦对对 那是我做错了 陈欣你是对的 望下一页 对这一本呢 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个贴上来 你看右边是郑义梅 郑义梅呢 他的亲笔的一封信 他在他有一封信 就是曾经以过叫 人 因为郑义梅 他是活到九十几岁 出了很多的书 很多人关于上海的旧事典故 都他曾经有一个外号叫 补白大王 当时所有的上海的报刊 明天要突然有一个文章没人写 明天要开天庄了 就马上叫郑义梅 他起笔非常快 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马上能写出一篇文章 补在这个要开天窗的这个报纸和杂志上 所以他们就叫他补白大王 他非常就是很厉害 就是专门给人救火的 他就是在九十年代 曾经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胡诗宇了 就给他写过一封信 就问他胡诗宇是谁 他在这封回信中就讲述了胡诗宇是谁 所以如果你们百度可以查到 郑义梅治高白语涵 他关于这个人中的事 他提到了这个胡书义 同时他也提到了这个胡书义 我爷爷的弟弟胡昌志 所以我们今天 但是他提到他是听说 所以不是特别确切 那再翻下一页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下 这就是胡昌志 长得有点像我大叔 左边他是 胡昌志是中共地下党员 其实他是为什么没有被淹没了呢 是当时他在潘汉年手下工作 其实这个事也很冤枉 当时他是上海 就是中国的这个最大的特工局 在那个叫南方特工局 是周恩来领导的 那他是南方特工局 当时派往上海做潘汐议 当时他需要一个助手 那么当时其实这个事情也非常的奇怪 他当时在云南 他很早就1927年就参加了这个共产党 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在上这个南京大学 就是前身东南大学读书 因为你看你从我这个曾祖父亲看出来 他自己本身教育学家教育了 就是教学50多年 逃离满天下 有这么多名人 现在很多我能够知道他的故事 还是这些他学生写的这些东西 那他的这个儿子 他有三个儿子 其中呢就是这个胡昌志也是做教育的 其实他所以念教育 我爷爷呢 胡诗就是也是念教育 我都是去那个东南大学毕业 那所以他呢就是毕业有这个 他在东南大学 甚至去东南大学之前 那个时候当时卡尔马克思 刚刚出版了资本论 当时资本论在德国买 就是在中国是买不到的 他居然就有本事花了他 对 所以就从德国买了这个资本论的原版 然后从德国寄到上海 然后阅读资本论 看了以后就非常激动 然后就四处找说我要加入共产党 就四处找 那后来在他们的彭朗镇 就是碰到了就是当时地下党 后来就加入了地下党 加入地下党以后 他因为他入党的时间很早 就是后来呢 因为他会英文 他的英文很好 就是我们家族 国家家族都是英 就是从我爷爷到这个胡昌志 都是英文非常好 所以他胡昌志也在大学教过英文 做过英文的老师 他因为英文好呢 所以就被收入到就是南方局 这个领导人呢 就是这个周恩来的南方局工作 他当时在云南一个调令 调他回重庆 当时重庆 曾家言我们都知道了吗 在曾家言呢 就是亲自接 董碧武接见他 然后是他也描述了当时他初次见到周恩来和这个邓颖超的这个这个他们穿什么衣服啊这种感觉 那当时呢就是他在这个南方局就住了几天就曾家言 住了几天以后呢 当时呢那个正好呢周恩来首边的需要一个秘书 所以他们就跟他谈就是说 哎你呃就是正在打算找秘书 正在这个时候呢 董碧武找他 说我们当时就是在呃上海的地下党潘汉年 因为潘汉年呢 表面上周旋宇国民党 但实际上他是呃地下党 为地下党做工作 当时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果没有上海地下党上海不会就这么 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了解放 所以当时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所有的人都是在国民党政府做工的人 明里是在国民党政府做工 暗地里是为共产党做工 所以当时呢就是南方局就接到报 说那个潘汉年呢 没有助理 当时呃白色恐怖非常厉害 所以要急需派一个人到他身边 当时呢就是觉得呢 就是他有说呢 在他的回忆日中呢 呃这个南方局就跟他先谈 头一天跟他谈说要把他派到这个 就是潘石屹的这一边做助手 让他就给了他几百块大洋 让他过几天就坐他们有船把他送回上海 他刚接的任务呢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 就碰到了他这个一个呃有名有姓的这个朋友啊 就当时也是在周后来这个人成为了周恩来的秘书 他就跟他说哎呀我正在四处找你呢你赶紧过来 结果说为什么他说周恩来现在急需一个秘书要会懂英文的你的英文这么好你是他最好的秘书 他说哎呀不行啊我刚刚拿到钱我要去那个上海去做潘汉年的助手 对不起 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呀管他呢周恩来比潘汉年要有就是要大就官 你还是留下来吧 但是他这个人我们胡家人都比较耿直 接了这边的活就不能干那边的活 所以他说哎呀不行不行 我已经拿了钱了地下党的这个费用都领了 我我已经答应人家我不能不去啊 所以他就去了 那后来他非常的后悔 他就说哎呀当时我如果留下来 我后来不就不会就遭难了吗 那因为当时候来你知道了1953年潘汉年被抓所有上海地下党全部被逮捕送劳改 那他也逃不了这个命运 所以他每一次想起来就是说哎呀当时在增加炎的时候 我就太耿直了要留下来就没有我 就就就就不会有后来的灾难 但是永远不知道我们这都是我们人为的想法 不知道是是不是会这样子 所以再往下 哦这个呢照片他跟这个解放军的是一个一个解放军后来他平反了以后就是平反了在上海的时候他 好像刚80年代刚刚平反去找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在回忆路程曾经写他当年做地下党的人有幸免没有被被 因为在军队里的原因都升到师级干部或者将军级了那再往下 在这一边呢就是说能够证明胡昌志这个人是地下党呢就曾经这个这也是我在网上党史资料馆找到1949年3月这个是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干部呢就是曾经给他就是交代任务他回信 其中关于陶一球陶一球现在你去百度看陶一球是抗日劣势是非常有名的 其实陶一球入党就是我这个这个就是书爷这个胡昌志发展他入的地下党 然后呢就是所以这你看他这胡昌志的右手边签字签名的这个信 那这个信保留了所以现在在我也就是曾祖父昆山纪念馆中保存的这一篇文章 这一个信再往下 好像是复印本 这个呢你看左边就是我的爷爷这个胡舒逸 右边就是胡昌志夫妇 他们三个人在上海拍的照片 再往下 这个呢左手这边这个呢是截图是从这个胡诗宇纪念馆 因为胡诗纪念馆呢不仅仅是胡诗宇他的家族的人 也谈到他儿子其中胡舒逸就是我这个爷爷 这一张左下角的这个他们的合影我居然没有不知道是在谁那 那右手这边就是胡昌志 在现在他的这个叫什么他地下党做了这么多年 所以很少有人提起这一篇文这一个照片中终于提到他是中共地下党 算是给他平反 再往下 二战后的上海伦敦和纽约 这个呢我们又回到战后西游记这一本书了 因为这个战后西游记呢这一本书为什么叫战后西游记 什么是战后 西游记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苏姆空这个这个西天唐僧 西天曲经的西游记 那他叫西游记我们也知道他是去西就是西方嘛去游记 那为什么叫战后战后就指的是二战 那就是1945年他们去的这个 他们当时民国政府呢是1945年派了一个欧美教育考察团 去了欧美 然后呢他在留在了这个美国读书 那么他在经过这些事情呢就写了这个就是 他当时呢 是 严独鹤 严独鹤那是上海有名的一个暴人 是一个 现在你要说严独鹤是赫赫有名 他也是因为69年去世了 所以 他的后代写了严独鹤的书 但是他呢因为是 太有名了所以他现在百度还能查到他 这个严独鹤当时他跟严独鹤是朋友 是很好的朋友 严独鹤大他几岁 所以呢当时他在游历的时候呢严独鹤去之前就跟他说 如果你去了西方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报上写一些这个散文 写一些这个你的 见门 他就说好吧就开始零零落落就像日记一样就写了一些 发给 发回这个上海 然后呢就是这个严独鹤就发在报上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经过 那后来出了这本书也是要感激严独鹤发了他这些东西 所以呢就是你再再往下 这个就是我爷爷1946年在美国拍的这个照片 当时他在美国读这个 我现在看到他所有照片中 这张照片是他最开心的一张照片 所有的照片都撅着个脸在照 就是拍照的时候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1936年出版的这个儿童新生活 但是在美国这张照片是他所有照片中真的是喜笑颜开 说明他是很适合在美国生活的 我只能说 因为后来我去写我这个 爷爷的时候就问了很多我们家人包括我母亲 他也说哎呀他当年是 非常海派啊 从穿着打扮全是美式的 所以这个右手这边就是他当时出的战后西游记的这个原本 这一本1948年出他当时想写上下两本 但是呢因为时局改变他就没有再出下本就写到这 那这一本书现在是保留在除了这个美国长青藤大学的这个图书馆 我知道的有康奈尔有这个耶鲁大学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 还有就是中国唯一的一本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着 所以呢 好在我就是还能找到一本这个他的旧书的这个封面 你看这是他原来的封面 这个当时这个就是他登他的这个文章就是登在民国的新闻报的新元凌专刊 新元凌就是这个颜独鹤刚才我说的颜独鹤 战后西游记呢 呃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他也写了战后西游记来我请陈希帮我念一下 我的世界旅行开始以民国30年初夏正当民国胜利开始 所以在加尔各达 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等各大都会 我曾参加过驻外使节的胜利庆祝大会 可算在旅行小史上最值得见识 青春回到2010年的上海 陈老友独鹤主为新元凌写一些海外文件 应就当时旅行记录中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既没有一定的程序 也不拘事物的大小 中国有一句老格言说 官人与为我经过这次旅行的经验 对于这句格言意义 不认为可推广应到国外考察 因此本篇想多介绍些竹头木屑的细事 好这个就是他我节路的这一篇他为什么写战后 西游记也谈到了这个严都赫 请他写新元凌 那再往下 下一页呢 就是说他描述的 我提 就是这些都是从他的文章中 我提取的 他描写到伦敦街头的景色 在今天呢他也对比了跟上海进行了对比 我之所以请凯文来帮我念这个呢 原来是认为呢 他是上海人 你看陈希也是上海人 我总觉得上海人 他的国语讲得再好 也淡淡的带点 这是南方口音 这是像顾大姐也是 所以我觉得很喜欢他们这个这个声音 也要为再再现于他这个这个书 我之所以写到他写到伦敦街头的景色 凯文你来了没有 到了到了 好的那凯文你帮我念一下 凯文就是葛文潮是七堂的堂主 也是海外作家协会的会员 OK 谢谢桃花邀请啊 我国语非常不标准 所以说勉为期待 街头的景色 从万里路以外 跑到世界第一大都市伦敦来参观 日常矮目所接触 觉得中英两国的不同 究竟有哪几件事 一个初秋时节的清早 我一个人在伦敦街道上 默默的一边想 一边走 美看着 浸润在露水中 两旁树上的黄叶 给刚从东方升起的太阳光 映射的格外透出鲜艳金黄色 那时我正走向海德公园 后面赶上来的男男女女 从欢声笑语里 听出他们正谈论到他们自己的爱里 各式各样的养狗 同时我就看到 每个人手里都签了一头爱卷 更从他们走路和团论的情景里 晓得他们是到海的公寓员去放狗 这种轻快的神情 正和上海跑马厅旁 一早就有好多人提了鸟笼 立着或蹲着 冲鸟一样的兴趣浓厚 由于中国人养鸟的理论 去推测英国人的养狗心理 当时我却又有点奇怪 因为中国人一只手高的 拨着鸟笼 嘴里咸了烟卷 有时定睛养视行云 彻尔细听鸟语 可以带立着长久不动 这种舒适神态在中国叫做血液 至少是代表有闲阶级的热气 可是英国的有闲阶级 跑到公园里放狗 还是剑步如飞 急冲冲的跑得很快 他们一边放狗 一边以走路代替运动 呼吸新鲜空气 实行健康生活 中国人以消磨时间为闲 在闲里寻快乐 英美人却以盲为规律的活动 越活动越有兴趣 所以他们的娱乐大都是动的 有时他们自己开了汽车 无目的的兜圈子 认为也是一种行乐 再拿喝酒做例子 英国人喝酒一大杯一大杯的喝 中国人喝酒 一小杯要分几次来喝 喝酒要越慢 越有趣味 耗费时间越长 越有雅性 这个雅致和闲致的哲学 一到英国人脑子里 也许费尽心事 想不出一个所以来 对我之所以要介绍他这个文字呢 我现在觉得呢 从我看他的文字 我觉得跟我有点像啊 其实说明我这个DNA遗传是很厉害的 他的这一部分传到了我的身上 所以他就是 你看他去英国 观察了半天 看到人家遛狗 养狗 他就想起中国的这个遛鸟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对比 然后讲那个英国人喝酒 是怎么样喝 中国人喝酒怎么喝 就是你要想这是1945年写的这些 45年46年写的这些文章 那其实在今天看来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他的就是观人余悲的这种感觉 从细微之处 这个这是他整部书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兴趣点吧 一个就是最大的优势 非常的细 就是描写的细节的时候 一下子给我们带回了40年代后期 二战以后的英国 那再看下一篇 这一篇呢 我之所以放在这儿 这个时候呢 他在这个战后西游记 提到了 我为什么说有历史价值呢 提到了上海饭店 我去网上查了 这个就是他写上海饭店的 这一个 现在是 当时呢 是125街 上海 这个Broadway 125街 那现在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 当时他也肯定也是在那边上学嘛 你从我们的照片上看 当时还没有这个 没有Hollum 所以当时还非常的兴旺 非常的 他当时呢就记录了这个上海饭店 因为他们常常去当时民国政府的要员 他也写了 就是什么 中国银行 世贸银行啊 然后和各种旅美人士 每一天几乎都到那去吃 就是想家乡饭的时候就要去吃 而且他是上海餐美主 然后呢他当时还记到说这个饭店的墙上 具有商镇将军所写的美进东南四字 不但字体挺秀也颇有书卷气 商镇将军 那商镇后人可能看到 因为我爷爷这书里 是曾经非常有名的 抗日将军 那他也提到了这个 现在我去查上海咖啡 是198几年关闭的 他叫商海 咖啡 对面也开了在大概六七十年代开了一个顶送的馆子 那现在很多还有美国人美食家在老年的美食家在写 我看到有一篇说我怀念我的商海咖啡 然后和顶送 所以就是 我就能够感受到所以我特意把这个上海饭店提在这边 那今天这个上海这个125届 我去了有很多新式的中国餐馆 但是上海馆子已经没有了 好看下一页 他还提到这一篇文章是他写了纽约的境 是我其中最喜欢的一篇 不仅是因为我现在住在纽约 而且我觉得他 跟上海1946年的上海进行了parallel的对比 就是平行对比 所以呢 就是特别的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味道 今天的老上海老 就是这个老克雷 我估计就是 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 所以我再请凯文克帮我念一下 凯文克帮文筹先生 纽约的境 纽约确实是最繁华的 但是纽约的繁华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形 相反的更寸托出他特有的沉浸 有次序 有条理 还更有一种超脱的镇静 在纽约的路上行人只管向着目的地往前走 如像什么事都与我无关 绝对不会中途停留 所以一大堆一大堆主外交通的人群是不大容易见到的 同时车的喇叭声 也不大听到 我想美国人出到上海是感到奇怪的 一定是满市的汽车喇叭声 在纽约汽车的数量 虽然要超过上海数倍 但很少听见喇叭声 驾驶人除非到了警要的时候 不轻易按喇叭 若是按喇叭也不会像警报一样不断的按下去 因此在纽约下城一带 几条特别快车道上 每天来来往往平行排成六条线路的汽车 上海人享受得到 纽约的公寓中是大多数居民的住所 每个住户 大概总有一架收音机 但他们的收音机 开的低到只共一个人可听的程度 要是向上海家家户户开收音机 一定会把全部公寓沉浸在音乐声浪里 闹到一个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的热闹也可说寄托在各样的声音里 理论里艺术化的对骂声中 鞭打小儿声 叫卖声 这都是从早到晚固定的节目 火车站上 那更不得了 火车一到 乘客下车时那种吵闹 几乎要人回忆到逃难的情景 纽约的中央总站 Pensylvania车站 旅客虽多却异常宁静 站上虽然也有小贩卖报和售卖零星杂物 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高声叫喊 也没有脱离带水的还价 他们手里拿着预备出售的物件 上面包着价目 慢蒙的走过你的面前 你要买就可以招呼他一生 叫货式的高声售货是不会有的 谢谢 好谢谢凯文 这个文章写对比了当时上海和纽约的这个 这个 这个情景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意思 谈到了这个 纽约和上海的对比 当时上海的40年代 其实跟现在也差不多了吧 我从觉得 所以那再往下一张走 第四部分就是讲到 胡舒逸和他的朋友们 这个我只提出了五个人 一个是潘弓展 一个是顾一秀 一个是吴孙生 一个是严都贺 一个是郑一梅 这个潘弓展刚才我谈了 因为1930年他那本书 潘弓展是后来成为上海教育局局长 那么胡舒逸在他手下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还 在顾一秀也是 都是留养美国 所以他们在一起 据说很多时候都用英文对话 那他们很多的时候 他们的海派的生活作风 这些呢就很容易 相处 虽然在民国政府工作 那他就是他们都是互相提携的吧 郑一秀是跟胡舒逸 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这两个人都在49年的时候 就去了台湾 从台湾辗转到了美国 那因此呢 他就在导致了胡舒逸 在后边的结局的悲惨 因为他当时没有想到 当时他们都是一起 在一起做事 他们都是 这两个人呢 其实这五个人全是学者 大学教授 教育家 没有一个人是 纯粹的就是 这个国民党的一个 坏人吧 所以他们都是 很多是留美回来 在这边 中英文都会 写书教学 自己都在大学 像盘光展 像顾一秀 都在大学 清华大学教书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文人 但文人从政 可能会就是说 写的一些文章 可能会 就是 叫怎么讲呢 所以我就要谈到他们 分别谈一下 那个吴俊生呢 是这个 是现在 吴俊生一查呢 是就会说是 他后来去了台湾 写了很多的书 成了著名的教育家 那一提到吴俊生 谁都知道 但是当时 他的好朋友胡书毅 跟他同名的胡书毅 却没人知道 这也就说明 49年的改变 造成了 命运的悲剧 你看这个左边就是 潘光展 你看他们都是一样 全戴眼镜 上海人 你看潘光展 他是 生于这个 1895年 我的爷爷是1902年 所以他们相差 五六岁 你看 那个 顾一秀 在右边 右边是1902年 跟他相差三岁 你看戴着眼镜 跟他很类似 他们都是 很好的朋友 没有想到后来走上 不同的命运结局 这个就是 颜独鹤 颜独鹤 颜独鹤就是当时 这个他在新闻报 新快活林 还有新元林做这个编辑 每天呢 就是以独鹤 非常有名 当时刚才我讲的周寿娟 男友周寿娟 北友颜独鹤那种感觉 所以他邀请我爷爷写了这本书 所以我要提到他 那他呢 也是很 他在五个人之中 只有他和我爷爷选择留在上海 那后来 颜独鹤在1968年去世 我爷爷在1970年 都是文革的时候受到打压 然后 患病 去世的 这个左边是吴俊生 就是这个战后西游记原版的 写这个 郑义梅 我为什么提到郑义梅 郑义梅是我的 刚才我也提到曾祖父的学生 跟我的爷爷是以师兄弟相称 因为他们的 年龄都差不多嘛 所以他们 这个郑义梅跟颜独鹤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可能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是郑义梅介绍了我爷爷认识颜独鹤 成为好朋友 所以他们又有家族的历史 所以就是说有点像Family Friends 我们今天讲 所以叫老朋友 吴俊生 他是1949年去台湾 后来做到台湾的 这个大学教授 也是台湾教育部部长 那后来他去了美国 后来他在美国 去世 那郑义梅呢 他一直就是在 他也留下来了 经历了文革 很多次批斗 但是他生命 齐齐顽强 居然活下来了 他的两个朋友 胡书义和这个颜独鹤都没有活下来 都死了 这一章呢 我就讲一下生命中的偶然和必然 看一下他的老照片 再往下走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 是我的小叔胡书义 讲他的父亲在文革之中受到的冲击 所以呢 我就是大概有七分钟的时间长度 我的小叔当时呢 我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写了一篇纪念我爷爷的文章 那么这个纪念文章是通过不同的source过来的 可能有 错误吧 我小叔看到了以后呢 就是 很不高兴就给我打了个微信电话 就讲述了这个里面的我写的错误的地方 最主要他想说的是 他爷爷是一个 民国教育家 他讲述 那我可以就是稍微 听几句他的声音 我说我们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温馨 和睦非常温暖的一个家 当时呢我们家里有一本照片 很厚的一本照片 这个呢 你爷爷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把它烧掉了 烧的时候呢 当时呢你爷爷是跟你小姑住在一起的 这个我小姑就发现那么有烟味 他就上他 他是两间房间分开的 上那个爷爷 你爷爷那儿去看了他就烧那个照片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用的很乱 主要是我们家庭 家以前就是从 他们刚结婚 有一个孩子有两个孩子有三个孩子 有五个孩子的照片一堂堆 就是说 他就感觉到这个好像 因为他的生活比较富裕了 穿戴衣服 就怕文化大革命中间人家来 吵架的时候把那个东西吵到 因为突然里面有很多人 他跟国民党一些要远的照片 包括那个盘工站 包括那个顾月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给大家 一点 这个 这就 ruin 不过 我爷爷他在49年的时候呢 就是你看当时他从留美回来 这个汽车我小叔也跟我讲过 当时留美回来呢 国民政府呢也是跟我们 后来每个人可以再辆汽车 那他就跟他的另一个朋友 两个人合钱买了一辆新的汽车回来 到了上海把汽车卖了 一人买了一辆老汽车 所以这他就买了二手的一个汽车 当时自己开 在当时的上海自己开车是很少见的 一般有钱人家要么请司机开车 要么做那个就是我们就做那个黄包车嘛 就包黄包车 那他好自己开车非常美式的作风 那就很多人就觉得很奇特很侧目 这张照片呢是我估计是我父亲 我父亲的是1926年出生 大概是四岁的年龄 那也就知道这是1930年时代的这个 那不是往下看 这个是我爷爷和我的大叔叔的这一张照片 我想说的是我爷爷呢 有很多照片 几百张照片 有那个照片本 后来文革的时候 他有一天在家里就烧这个照片本 其中有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 有潘工展给他的信 烧了很多的信 烧到了很多的跟潘工展和这个顾一秀 他们的合影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是文革初期刚刚开始 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烧这些照片 他就完了 所以他在烧照片的时候 我小姑当时 闻到火烧味就冲上去 发现他爸爸在烧字画 在烧照片 就冲上去抢下了几张照片 你们现在看到几张照片是要感谢我小姑 这个他抢下来的这个照片 要不然今天我们连这几张照片都没有 再往下看 这边左边你看到是当时他 我奶奶就是家有五个孩子 但是他们这个是有三个 这个左边的就是我父亲胡思旅 这个是他的爸爸胡舒逸 我爷爷奶奶 那个黄秀芳 然后这个是我的大叔胡思生 这边是我的大姑胡思翠 那右边这边也是他们三个孩子 当时的照片 再往下看 那这一下你看有五个孩子出现了 这个跟我讲这个 我的小叔呢 就是你现在看到抱在手里的这个小baby 他呢就是太多的故事了 我们就现在今天简略不讲 再往下看 这一张照片呢是唯一的一张在拍于1940年 这个是我父亲中间的胡思旅 这是你看他们全家 他当时呢还是在他在国民党民国政府教育部做事 已经他是19 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这个后来 到了这个就是他们叫什么一个小学上成立了一个小学工作 所以他最后呢就变成了上海新路学校 师范学校上海新路师范学校 现在是哪个学校前身我忘记了 但是呢他当时是董事长 是一个算是教育界人士 这是我奶奶当时这一家人还很开心 再往下 这个就是1954年了解放的时候 当时据我小叔说呢 在1949年的时候呢 民国政府呢给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票去台湾 当时就有两张船票给到我爷爷和奶奶手中 那我奶奶就坚决说我不要离开 为什么呢 当时呢是因为19就是上海门县以后 日本侵略这个上海让我爷爷出来做 蒋美政府做 他拒绝拒绝的办法 当时不敢得罪日本人只有逃亡 就想去逃亡重庆 可是上海到重庆的水路电路 就是都没有了 因为已经被上海已经被那个日本人团团封锁了 所以他当时要去重庆的方式 只有从上海去香港 当时上海去香港的船票还有 所以他就跟我奶奶带着他的最小的就是我的小叔抱在手里 当时就是不到一岁就是离开了从上海去前往这个香港 从香港经过越南到达云南 从淫暖辗转到达重庆 那当时他另外的四个孩子 包括我父亲都要留在上海 所以留在上海 那么他在重庆待了几年 实在想这个孩子 就叫当时的胡昌志 就是我的叔爷 这个当时在上海坐地下党 由他安排地下党的这个船 安排了我的父亲和大叔还有大胡三个人 坐船从上海偷偷前往重庆 我的大叔胡思生也跟我讲过 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早 所以我大叔胡思生那天跟我讲过 他去他们怎么样坐船从上海到重庆的那种惊险的过程 他当时12岁 那我父亲比他大三四岁吧 十五六岁 然后所以他们怎么样去 到了以后呢 但是我小姑就一直跟他们分别了五六年 等到我二战胜利以后 就是重新回到这个1945年 42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 那么我小姑已经不认得我爷爷和奶奶了 所以我奶奶很伤心 就发誓再也不要大家分离 大家一定要在上海就住在一起 无论如何不能 所以当时去台湾的时候两张船票 他说除非你给我七张船票 我们家七个人 两张票我是不会走的 后来呢 我父亲当时在上海互相大学读书 那当时呢 他那个有一个老师叫那个高乐民 在我的福生上海中也提到过 对我妈的是启蒙老师 他就到了我父亲的家 就跟我的奶奶说 我可以有机票带胡思旅和另一个人 就是一起去那个美国 我反正有一个位子给你儿子 当时我奶奶说也同样的话 跟人家说除非你有七张飞机票 你有两一张飞机票 不可能我不会放我儿子走的 所以就这样子拒绝了去美国 拒绝了去台湾 就留在了上海 这一张照片左边你就看到 是1954年 他们那个时候住在上海里弄 这个照片 右边你看到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1954年回上海春节探亲的时候 跟这个我奶奶还健在 再往下看一个 你看这张照片我之所以放上来是1954年 当时我母亲右手这边 我父亲这个是戴眼镜的 1954年的春节的时候 他们回到上海去看我的爷爷和奶奶 这是我奶奶还健在 爷爷还健在 这一笔 这是我爷爷 就是胡舒逸亲自在这个上面写着 就是上海解放后 那个私旅和荣经回到 从北京回到上海春节 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故事 那他的歌在这也是 他唯一留下来的手记 我能够看到的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的这个文 就这个字迹非常漂亮 再往下翻一下 对这个是当时送我叔叔1956年 我叔叔胡思生 当时他是人民日报记者 送去莫斯科去工作 所以在这之前合影 我奶奶是1960年去 1961年去世的 我爷爷是1970年 所以这1956年 就是在我奶奶去世的前四年 在这之后就没有他的照片 再往下翻 再下一页 这个文章呢 就是我的上海教育家 我的祖父和我的曾祖父 发表在这个台湾传记文学上 就是非常感谢台湾传记文学 每次都我家里的家族 因为他们这个家族的很多故事呢 涉及了很多时代的背景 可能不方便在国内出版 所以很多呢 就是传记文学 给了我一个角落 每一次都会发我的一些文章 所以非常感恩他们 就是能够能够让我让别人读到曾祖父和祖父 他们的这个些故事 所以说生命的偶然和必然也是 就是我最后走到今天 意识到知道他们并去写他们的文章 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再往下 这一左边就是战后西游记 1948年版 这个右边是我们再版 现在感谢纽约新世纪出版社的红军职 他再版了这本战后西游记 这个是新的设计的封面 再版的是 因为是再版 为什么呢 我们就把它全部打字 打这个根据这个旧版打下来 用简体字 然后后半部的书呢 是反体字原版 前半部是简体字 所以呢 你也看到在这一本新版中 也可以看到战后西游记 这个老版本和它的封面 然后同时也看到简体版 在这本书里呢 我用了在当时传记文学发表的文章 作为后继 也写了一篇前沿 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讲述的这些故事 那下面呢 我觉得 我想请我母亲来讲几句 关于我爷爷 他所 因为他当时认识我父亲的时候 是在上海互相大学 大学一年级 那么我母亲呢 当时是在学校算是优秀生吧 她的老师高乐民 就是刚才我谈到那个美国老师 跟她讲说让她 我父亲呢 因为当时得了费多数新学在家 让我母亲去探望她 就在这个探望的过程中 后来呢 又促读于苏江大学 就是喜欢上对方了吧 所以呢 就让我后来他们结婚以后 从上海去 阅读能力 毛泽东他有一次需要那个口译代表 可是因为他家里有成分的关系 所以临时换人 要不然的话最高级的国家领导 边上的口译都是她来担任的 甚至于包括一 就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妇人 她写了剧本 要求有人做翻译 也是谁她都看不上 她就记得她的口译好 就叫她来口译 她的翻译的第一本大部头的小说呢 就是根 大家都知道这部根 是就是Alex Harry撰写的 其他还有与人合一的 《财狼的日子》 《普通人》 《生活与爱情》 《紫菲亚罗兰秩序》 《在码头上》 《莉塔·盖宝传》等 在她的翻译生活中 出现不少故事 让人对她的这个 精子的专业水平印象深刻 在新中国的翻译史上 她留下一笔仲裁 是岁月的流词当中 所磨灭不掉的 因为她的翻译言体 从文字到语法 都一丝不够的态度 但这些翻译完成的作品 不是原由的文学 造诣和价值 《三次无耗语》 《三次无耗语》 《经典文经》 《三次无耗语》 《三次无耗语》 我是谢荣经 我谢荣经 我谢荣经 胡舒逸是我的公公 也就是我先生的爸爸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 是在1947年 我当时在滬江大学念二年级 为什么会到他们家去呢 就是因为我在滬江大学念英国文学系 我的英文老师是Ms. Coleman 因为比较欣赏我的英文 所以他在家里有一个 读情班需要一个主席 所以他就让我做他读情班的主席 就是用英文来帮助大家来读经啊什么的 所以胡思磊也是那个读情班的成员 后来他到我二年级的时候 他原来在重庆的时候就得过肺结核 后来到上海到二年级的时候 他肺结核复发了就没有来上课 所以Ms. Coleman就叫我代表他跟代表 那个Bible Class的人去看他 这样我就有的时候到他家去 我第一次见到胡思磊 就是他刚刚从美国回来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他是在上海是很有名的 也不知道他是从美国刚回来 我就不光知道他是胡思磊的爸爸 所以那天我去看胡思磊的时候呢 刚好他爸爸要带他们全家去看电影 所以他就把我就也跟他们孩子一块烧烧去看电影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接触 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为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时候刚从美国回来 他穿的一身的是西服 大衣都是美国式的 很有样子的 我是只有在美国电影里看到那个美国人穿的西服才是这个样子 所以给我印象非常之深 我觉得他是蛮洋派的 我不知道他从美国刚回来 我就知道这个人挺洋派的 那么另外呢 他又自己开车 在上海呢 当那个时候呢 有车的人就不多 是非常有钱的人在有车 一般的人就是买不起车 但是有钱的人有车呢 都不自己开 都是家里养一个车夫 给他们开车 因为他们要摆老爷的架子嘛 自己不能开车的 所以在上海 我在上海的时候看见开车的 自己开车的也就是美国人 就是外国人自己开车的 中国人开车的呢 就我这就两个人 一个就是胡斯里的爸爸 五十亿 还有一个呢 我沪江大学的校长 那个敏显阳 我看他开过 我就中国人 我就看过这两个人开车 那个时候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就说 中国人开车 大家都觉得 有钱的人不应该自己动手的 就是应该 有车夫啊 有用力的伺候 所以 他们两个人 自己开车 给我印象非常之深 我就觉得这个人 我很赞成 这个一点架子都没有 没有老爷的架子 他有车 说明他很有钱 但是他自己开车 这点我很幸福 我也觉得他这一点 他是很洋派的 所以呢 我当时呢 另外呢 就是他呢 跟他的那个孩子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也很奇怪 因为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跟父母的关系 当那个时候 不是现在 那个时候跟父母的关系 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中间需要隔一大层 就是说父母对孩子 从来没有笑脸 都是板着脸 或者是说他 你怎么好好听说啊 孩子呢 对父母说话呢 也是很谨慎的 有礼貌 有很小心的 不是随便说的 可是我发现呢 我注意跟他们的孩子 因为我们 一块坐汽车去看电影嘛 一路上去的时候 他就问孩子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然后孩子就回答 他们觉得他们之间的说话的关系 我觉得很 在中国人里头是很特别的 好像是很平等的 大家都是聊天 不像是父亲跟子女说话 这给我影响也很深 特别是他们看完电影 回来以后 大家几个孩子 他开着车带着几个孩子 他就问 你们看了电影有什么感觉啊 你觉得你怎么样 你认为怎么样 他认为怎么 让大家都 大家就七嘴八舌 在那讲 一点顾虑也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人 这个爸爸真不错 当时我只是 就这么感觉 我不知道他是学 儿童教育的 所以呢 他给我印象 非常之深 后来到了 四八年 因为上海 就是兵荒马乱的 那个时候 快解放 很多人 有的人 要想去台湾 有的人要去深海 有的人要去美国 等等 所以呢 而且街上也很乱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不太出去 也不太上他们家去 所以就没有再见过他 等到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 是1954年 1954年呢 为什么1954年回去呢 就是因为 我跟胡思琳呢 就是上海一解放以后呢 我就在上海招考 那个 他们 招考 就是说 招学生到北京去念书 那个时候 我刚好是念了大学三年级 还差一年就毕业了 那么我 而且我学费 那个都是说 都是教会给的学费 我家里没有钱 所以就差一年就毕业了 就是上海一解放以后 美国人都走了 所以我学费也没有 学校也关门了 因为我念的那个沪江大学是 那个是美国的教会学校 所以美国人一走 沪江大学就关门了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正在发愁 我还有一年怎么办 就毕业了 刚好他们来招考 在上海招考 我就考上了 我就到北京去了 当时上海很多 那个 上海刚解放 那是对年轻人 就是非常非常 都认为是一个非常 自己自己路的 非常好的机会 胡家五个孩子 结果大儿子就是我的先生 就跟我一块去北京了 第二个儿子就是胡思生 就考上那个北京的人民日报的 他就后来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 那个还有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呢 大女儿呢 就是我的 她们叫大姑 姑呢 就跟着那个解放军就南下了 还有剩下小姑呢 她就在上海 就参加了那个 宋庆龄办的那个儿童剧团 所以也不住在家里 所以他们家里一下子 就剩了她那个小叔一个人 跟她父母 所以家里一下子就冷清了 我呢 我自己呢 是1950年在北京结婚的 那个时候结婚 也没有什么婚礼 也没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 就是铺盖角搬家 搬完家就结婚了 就是那样 所以我们结婚呢 也没有什么仪式 家里人也没有来 我们也没有去 所以呢 他们根本就 也没事 就是那个时候结婚 就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没 后来所以呢 到了1954年呢 那个时候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以后呢 就是说 我跟胡适里的商量 就是我们 我们从结婚以后 从结婚到以后 一直没去 正式他们家去过 所以呢 而且我怀孕了 我故事怀孕以后 有孩子了什么的 去上海的机会也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就商量 就是回上海去看看胡适里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说 正式到他们家 就说儿媳妇到他们家 第一次去开会 但是 从1947年 到1954年 中间隔了七年 我就到他们家去 我真是吓一跳 因为他们家的第一房子搬了 搬的比原来小的房子 那个 他的父亲 特别是他的父亲 我第二次看了 就是跟他第一次的说 一个人变了很大 以前穿的那个西服 我看到不是很欣赏的 他那个时候 就穿了一个蓝布的制服 另外呢 人老了很多 憔悴了很多 而且呢 也不像他47年 精神那么好 话很少 精神也很不好 所以我很奇怪 我说怎么一下子七年 就那么大的变化 我心里就在嘀咕 但是我没有 没有好意思问 那个 我爱人就是胡思旅呢 他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 他什么话 他 所有的事情 他都不跟我说 他嫌我 我这个人说话 太随便 他怕我给 就是乱说 他什么重要的事情 都不跟我说 他家里的事情 也不跟我说 所以 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后来说 我听他妹妹 就是大姑 我听他大妹妹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是说 那个 刚才 那个 桃花已经讲了 就是他有一个弟弟 是地下党的 从日本人的时候 一直做地下党的 所以他们呢 因为受了那个 他叔叔的影响 也没有 也没有离开上海 上海解放 没有离开上海 所以他们觉得 在上海挺好 所以呢 可知道呢 上海一解放 他们家里就挨抄家了 他就挨整 而且把他们家里的 重要的东西都搬走了 我听他大姑说 连那个什么 他们家有个缝纫机 缝一缝 他妈缝一缝 连缝纫机都搬走了 所以家里当时 认为稍微好一点 都抄走了 他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抄呢 就是因为 那个时候 他是 胡舒逸 是那个 新路师范的校长 那么 新路师范有一批地下党员 那么后来被捕了 被逮捕呢 他们说呢 是他们有一个黑名单 那个他们 国民党是 根据这个黑名单 逮捕这些地下党员的 而他们当时呢 就是共产党呢 怀疑那个 这个黑名单 就是那个校长 开的黑名单 所以一解放以后呢 就 把他抓起来 整他 而且抄家 叫他承认 就是那个黑名单 是他开的 后来过了 若干年以后 他们后来发现 弄错了 因为那个黑名单 不是他开的 而是他们学校的 一个教务长开的 但是呢 他因为 因为这个事情 黑名单的事情 上海一解放了 他们就 抄家他挨疹 那个校长也 也当不成了 他们就把他 调去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当老师 所以虽然后来发现弄错了 但是也始终就没有改正 也没有宣布弄错了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那个 但是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在 一有什么运动啊 什么的 他就 就是对话挨疹 而且 而且另外呢 他弟弟呢 不是地下党员吗 他就觉得 共产党来了 他弟弟一定是很不错 待遇一定很不错的 谁知道 就他弟弟是 因为好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潘共产的问题 一个是潘汉宁的关系 另外呢 因为他长期 从日本人的时候 一直做地下党 所以日本很多 国民党的特务啊 国民党的官啊 什么这些 他是他 做地下工作必须的 但是解放以后呢 那个 解放以后呢 解放海的部队呢 就是陈毅的部队 那么从 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从农村啊 等等这些地方来的 在他们的眼光里看 上海地下党的这些人呢 不是家庭有问题 就是社会关系复杂 所以他们来了以后 上海的实权呢 实际上是陈毅当市长 陈毅的手下的部队呢 掌握着上海的实权 那么上海地下党的 这些人呢 虽然在上海解放 有了很大的功劳 但是上海解放以后 他们慢慢一个一个 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啊 朋友的关系啊 社会关系复杂 等等等等 各种问题 一个一个的都 没有什么大的实权 所以那个 胡舒逸的那个弟弟呢 那个地位也是 越来越不好 而且他们给 等他 就是说他 社会关系复杂 认识太多国民党的人 为什么 怎么认识那么 你说 做地下党需要吗 但是他们当时就不那么说了 当时就是说 他社会关系复杂 认识太多国民党 加上潘汉年潘工展 这两个人的关系问题 就把他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然后送到附近去劳改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们家里的 唯一的就是说 希望就是说 有一个共产党员呢 是 成员吧 也就是 也给长下去了 他那个 胡舒逸呢 又是国民党的 科长啊 又是 反正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 跟国民党某些人的关系 也是很近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也是 一个运动的 一个运动的 改整 那就是我看了 就是原来 是因为解放以后 他就 所以呢 他要原来 郁月写的书 写不成了 他那个写的书 写的第一次 郁月写第二次 也没办法写了 他反正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 他在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我觉得他 我看就是这个人是 很不愉快 很苦恼的 那个状况 后来呢 他那个 孩子又都走了,家裡都沒有人了 後來胡思綠的母親,也就是胡舒逸的妻子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去世了 因為家裡孩子都在,胡舒逸也去上班了 所以她死的時候,她是中風,一個人在家死,沒有人知道 等他們回來的時候,她已經死得涼涼的了 所以他們家的情況,原來是很高興很好的,孩子很多的 一下子沒有孩子,家裡也很冷靜 如果想走的可以走的,想留下來的歡迎繼續留下 謝老師你繼續講 謝老師你講的非常好 我沒有幾句話了 你講你講,我主持又不是桃花主持 我主持你講你講 是不是太晚了,我看人家開始陸續都離開了 所以我們今天講座就到此為止吧 胡桃請你涉懷 因為大家都了解這個時代背景 跟了解那時候的老人的悲慘境遇 非常不公平地把他們最後歸納到一個很慘的一個老人的結局 也正是我看了你這本書 吳書宇這本書以後,我就覺得悲哀 你書裡邊是一個這麼樣的一個聰明的有智慧的 英語流離的一個教育家 可是同時出現的就是他唯唯唯唯唯的 後來的一個老人的形象 就是,所以我為什麼 我們聽你母親介紹的時候 絕對沒有一點點輕視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時代給他帶來的凌辱 屈辱 跟他本人一點沒有關係 他永遠還是非常崇高的形象 人要孫成,人是肉體的 他只能夠犧牲在這個環境底下 他沒有辦法可以操作出來 每個人要吃飯 甚至於像現在說中國老百姓為什麼下跪 你不下跪,你能夠達得到目的嗎? 也許下跪都達不到目的 你不要去輕易的責怪他們 他們一定不是真是天稱的屈辱的 他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們對你的祖父,鄭祖父 講的懷得非常崇高的 還有幾分鐘可以問一下 如果想說的話 包括你本人 你好,你講話 我看到好多寶上海都在這 無完全不搭草的呀 你出來就是一種文字 我對你好,好久沒注意到這一點了 真的五父的那本書 後來我才發現 我一直說你怎麼有這樣的大將風發 後來我才知道 有一本是你用人體質的 你確實就是不一般的 所以我們今天 全部的聽眾為你們家相當的照片和顏色 我還教我的父親的講座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要講的 現在小姐們也在裡面工作 說我的女兒要來學 我去學過他們的照顏色 照相的 所以你講了很多事情 我們都是老上海 全部都了解 你是兩張船票 我們先生家裡 做中國銀行行長的 就是鄉立的什麼的 最後他拿14張船票沒走掉 因為找了三張 最後沒走掉 本來是中國銀行的鄉立 後來在上海外灘 中國銀行廣倉庫 所以你說的很多事情 我們都了解 最後也是變得非常 唯唯說說的小人物 青部藍山一川 每天就是二兩酒一喝一包小花生米一吃 就是沒有一點銀行行長的派頭 鮑魚剛到上海專門要見他父親 他父親不要見 因為現在已經不像人樣子了 所以你講的這些情況 我們都知道 所以你們家的親戚 不要有這樣的思想掛念 對 其實我 因為他這個價值觀 還是停留在那個 我們看人已經不是這個價值觀 完全超過這些表象 所以你可以叫你的家裡邊的人放心 那樣的話才帶給自己的一個不好的那個 顧慮跟那個觀點 謝謝 謝謝郭老師 我明白是因為在怎麼樣他們 我家有些人都在國內還在上海 所以跟我講 我必須要聽懂他們的看法 畢竟他們是也是一家人嘛 所以我不願意 因為就是說我自己在這邊信口開河的去講 而傷害他們的情感僅此而已